被一米多长的皮筋弹脸有多痛 这个问题只有马思纯能作答 别的嘉宾在谈皮筋游戏中都只是做做样子 但他却把皮筋扯到一米多长 直接把对面的马思纯抽的是厌烦泪光啊 嘴巴顿时红肿起来 看到一旁的白静婷都变了脸色 马思纯更是痛到直言 最好东西只有多 在最后的游戏完结中 他的表现更加过分 被关小童拉扯零扣的马思纯 如果不是及时调整了角度 险些就对着镜头当场走光 关小童对自己的身高也一直很有自信 拍摄九州天空城时 问及他和菊静莹的关系 他耿直的回答是 恋爱的心情 走路就是这样 吊着一个这样的人 就觉得非常的顺手 亦亦有嘲笑四千年太爱的意思 普通人之间开开玩笑或许没啥 但身高是四千年一直以来的痛点 但向来注重个人形象的他 也只是在一旁尴尬陪笑 这并非是因为四千年不够硬气 又知道一个分析他高颅顶发型的教程 都能被他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 能让金马以后 与四千年第一美女都敢怒不敢言的 还是关小童那金圈格格的身份 会有这么个外号 不是因为关性曾是满足的皇性 而是因为他的爷爷关学增有大来头 据悉关学增与老舍和六灵童都私交甚度 还担任过中国举一家协会理事 受爷爷的影响 九岁的关小童就参演了 由陈凯歌指导的吴姬 虽然该篇褒贬不一 但却成功地将他推上了新途 此后更是凭借和孙宏雷大让的好先生 一举掌获了国民闺女的爱称 就连张艺谋都在给他的生日祝福中 笑谈自己也是关家人 但同样的出身不同的命运 明明一脉相传 他的姐姐却似乎没有那么好运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 关小童并不是家里的独喵喵 不同于妹妹家与顾小的明星身份 姐姐关小童在北京默默经营着一家面馆 随着一档访谈节目的播出 大家才发现这个留着短发的假小子 竟然是关小童的亲姐姐 被主持人cue到和妹妹的长相差异 关小童幽默地笑着回应 但原因自然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亲姐妹的两人却同父异母 关小童的母亲是父亲关小童曾二婚的妻子 或许正因如此 关父对关小童宠爱有加 但对大女儿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主持人问起关父有没有打过两个女儿 关小童毫不犹豫地指向姐姐 连关小童自己也坦言 父亲下手中 但父亲的偏心并没有令关小童不满 他的微博内容基本都是帮妹妹宣发 在关小童被黑的最惨的日子里 他经常为妹妹出头在网上跟人私嫁 甚至当初账号被扒出身份 也是因为一条心疼妹妹写作业太辛苦的吐槽 关小童曾因参加综艺 而在他的店里为客人端面 但为了不让妹妹受委屈 面对客人的现场要求 他决定不赚这笔钱 连行中处处可见对妹妹的维护之情 然而眼见着关小童的心徒越走越顺 这个姐姐却仿佛凭空消失般 再也没有出现 2016年的某天 一位疑似是关小丹发小的博主 艾特关小丹并发文悼念 为这身份 他还贴上了之前与关小丹的聊天记录 并透露事发原因是心脏病突发 此举很快引发网友的热议 毕竟如果事情属实的话 为什么关小彤和关父的社交动态上 却吃字未提 据发小提供的日期来看 事发后的关父还在为小女儿宣传新剧 语气中满怀骄傲 而关小彤的博文风格也欲如既往的欢快 甚至还去国外度了个假 如果只是内心沉痛不用公开 当然也可以理解了 但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却耐人寻味 何况在之后的采访中 关父更是堂而皇之地将关小彤称为独生女 关小彤也只谈记一家三口 对姐姐闭口不谈 不管事情是否属实 她们都不曾为了大女儿的名誉而出面澄清 但如此偏爱关小彤的关父 却让女儿的事业抹上了一个黑点 前有陈鹤的闲盒装 后有关小彤的奶茶店 明星做生意本是稳战不赔 怎么偏到了她这儿却翻了车 4月20号 关小彤妇女先后冲上了热搜 但这次既不是因为她的学霸人设 也不是因为她和陆涵的恋情 了解过后我们才知道 是老关家的产业出了问题 关小彤自送的奶茶品牌因严重违规 被处以5万元的发金 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最终胜益人 她的父亲关绍增要负全额责任 虽说并没有处罚关小彤本人 但为了给奶茶店吸引顾客 关小彤还多次为品牌宣传站台 明星街道劣质代言都会广受职责 更何况还是自家品牌 这样的披露可远不止一次 同样保受生意的还有假持实践 在给某品牌带货的直播中 她给自己安利了自己的素生利器 据她所说这款植物肉水饺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可以狂吃不胖 但等到她开始试吃的环节 观众们却只能看到她把食物放进嘴里 整个过程根本没有吞咽动作 并且在之后的镜头里 似乎还出现了bug 原本手上被咬过的爪子再次完整起来 出现这样的情况 要么是时间倒流 要么是该视频被剪辑过 关小彤只是做做样子再假吃 针对这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网友们自然会血压飙升 对于评论下掐烂钱的质疑 工作室的回应是迫于时长 才导致的镜头删减 但这样的理由显然不能取信于人 但她本就因狂揭烂剧 而遭人诟病的口碑 开始断牙式的下降 成为公众人物 本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其背后的团队 也有把好每一道关的义务 如果每个演员都能专注演员身份 慎重对待品牌推广 不是更好吗 好吗